好,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們故事 魔品 OK,揚州城裡有一個市場 市場裡很熱鬧、很擁擠 這幾天更是人擠人 大家都想要來看好戲 看什麼戲 讓我們來看下去 OK,一連好幾天 這個狐媚兒都在市場裡耶 表演魔術跟雜技 大家看了都說 哇賽,好神奇喔 所以大家口耳相傳 你告訴我 我告訴你 就越來越多人來看表演對不對 這一天的早上呢 場子上 螺聲響了起來 大家就很快的圍了上來 你擠我 我擠你 每個人都瞪大的眼睛 每個人都想看個仔細 狐媚兒拿出了一個空的玻璃瓶 這個瓶子又亮又透明 這是... 大象耶 大象也來看表演耶 OK 狐媚兒指著玻璃瓶說 如果能有人賞幾個銅錢 把這個瓶子裝得滿滿的 我就非常滿意囉 這個玻璃瓶呢 瓶口圓又圓 正好可以放進銅錢 然後這個時候有人拿出了 100個銅錢 交給了狐媚兒 他把錢放進了玻璃瓶 哗啦哗啦 聲音很清脆賺錢的聲音 100個銅錢居然開始變得像米粒那麼小耶 大家都張大嘴巴 太驚訝了吧 表演的魔術好神奇 結果大家越看越好奇喔 大家也越看越有趣 有人給他1000個銅錢 他立刻也把錢放進你的玻璃瓶喔 哗啦哗啦 聲音很清脆 又是賺錢的聲音 1000個銅錢 竟然變成了像米粒那麼小 大家看了都很驚訝耶 全部都張大的嘴巴 哇 偏偏有人不相信 就套出了更多的錢 來跟他拼一拼 這個人套出了20萬錢 那個人套出了30萬錢 全部都交給了媚兒 有了這麼多錢 還怕瓶子裝不滿 你看這個錢都堆得比人還要高 哗啦哗啦哗啦 幾十萬變小變小 像米粒那麼小 好多賺錢的聲音 那小小的玻璃瓶像個無底洞耶 那小小的玻璃瓶像個無底洞耶 大家越來越覺得很神奇 胡媚兒也開始笑咪咪 馬匹驢子塞不進瓶子吧 偏偏有人就想試一試 就把馬匹跟驢子都交給了胡媚兒 你覺得塞得進去嗎 嗯 可以 胡媚兒像咪咪她把驢子和馬匹 全部都放進瓶子裡 結果馬匹跟驢子變得像蒼蠅一樣那麼小 在瓶子裡面再跑來跑去 這個魔術版的瓶子真的太神奇了吧 到底還能夠裝些什麼東西啊 好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碎關壓著幾十車的茶葉籌段跟殘絲走過來 她正要去金城交差啊 她看到場子這麼長 我們現在來看看熱鬧 這個碎關看到了胡媚兒的玻璃瓶 哇 竟然能夠裝這麼多的東西 神奇啊 太神奇了 這個碎關暗暗的想著 我這幾十輛的大車隊 那小小的瓶子哪能裝得下 而且呢 這些全都是要交給皇上的 這個胡媚兒她敢不還我嗎 於是她就對胡媚兒說 你能把我這一大隊車馬全都裝進瓶子嗎 胡媚兒笑著說 只要大人你答應就行了 碎關不知道玻璃瓶的厲害耶 說好 那你就試一試好了 我們也有把玻璃瓶稍微的傾斜 然後對著碎關的車隊大聲喊 然後大家就看著驢馬自動排好隊耶 幾十輛車子轟隆轟隆的跑著 全部都跑進玻璃瓶裡面了耶 所以碎關的車隊好像一群小螞蟻 在瓶子裡面 裝來裝去啊 全部都裝進去了耶 這個碎關嚇得說不出話來耶 這車隊如果弄丟了 我也保不住自己的腦袋啊 大家都瞪大眼睛 看著瓶子裡面的銅錢 馬匹跟驢子 還有碎關的車隊 越變越小 越變越小 結果呢 康康全部都不見了 這個 去哪裡 結果大家驚訝的 裝大嘴巴 那麼多東西都到哪裡去了 結果碎關正要揪住狐媚兒 想把他抓起來問他說 東西呢 結果他卻搶先一步 跳進去玻璃瓶裡面 結果這狐媚兒也變得 小小的 越變越小 越變越小 結果這個狐媚兒怎麼樣 不見了 他也不見了 這個碎關急得抓起玻璃瓶耶 東看看西看看 正著看倒著看玻璃瓶 康康 他在用力的左搖搖右搖搖 玻璃瓶還是康康 我都看惹鬧的人 我看你啊你看我啊 都驚訝的說不出話來了耶 這狐媚兒 怎麼會這樣 你看他的眼睛怎麼樣 都快裂掉了 都快裂掉 他還在充滿血散啊 因為他嚇得不知道怎麼辦啊 結果這個碎關急著想把車隊找回來 還把玻璃瓶用力一摔 嚕嚕 結果這神奇的玻璃瓶 脆膏膏 看這熱鬧的人 全部 下 壞 了 結果呢 中進瓶子裡 的那麼多東西 竟然全部都不見了 跳進去瓶子裡面的狐媚兒 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只剩下什麼 玻璃碎片 玻璃碎片 一閃一閃的亮著 但是你有看到那個狐媚兒應該是什麼動物 狐狸 狐狸 好 那你覺得這個路士告訴你什麼 如果是你的話 你是那個圍觀的人 你會把錢丟進去嗎 不會 或者是丟進去之前 我們可不可以先問那個狐媚兒說 那如果我丟進去 我等一下拿得回來嗎 可不可以問 所以關他丟進去之後 結果他拿不回來 你看他怎麼辦 還有嗎 還可以告訴你什麼 有時候好奇 會害慘了自己 對不對 或者是可能會搞砸一些事情 好不好 所以一樣喔 自己還是要有一些判斷力喔 幹嘛 幹嘛 那麼衝動 直接把玻璃碎片給你看看 對啊 他是不是太心急了 把玻璃碎摔破了 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對不對 這個碎關真的是 太衝動了 耶 在做事情有沒有經過大腦思考 沒有 沒有 好啦 你看得出來他情緒 控制的好嗎 控制的不好對不對 好啦 那如果是你 你會想要把什麼東西丟進去瓶子裡面 蟑螂 壞蛋 還有什麼 蒼蠅 不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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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的東西都全部丟進去 垃圾全部丟進去 對 全世界不要的垃圾全部丟進去 我們世界就會變得很乾淨 欸不錯喔 這是不錯的想法 好啦 那我們的故事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